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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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想她怀疑过我 但是她从来没有证明 问过我这个问题 小冯 你也怀疑我 我的工作经验告诉我 在案件查出真相之前 跟案件有关的所有人 都有可能成为嫌疑人 那我的动机呢 你想 一个人在做坏事之前 无非有几个原因 幸 金钱 爱 仇恨 如果是我 你认为 会是其中的哪个动机呢 你也认为 我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是我做的 我会接受你的建议 我会去辞职 但是 很遗憾啊 不是我 你不想做 喂 庄院长 人都到齐了 就等你了 好 我马上过来 小冒 我一会儿还有个手术 叔叔不怪你 谁叫我当天审出一个最敏感的位置呢 谁叫我当天审出一个最敏感的位置呢 小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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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希望是我吗 那咱们俩就达成共事了 我们要相信警方的办案能力 要相信法律 无论罪犯怎么样藏弄印记 真相总会大败于天下的 你如果想要想要做的事 那我会想要啊 你还想要想要做的事吗 我还想要做的事吗 我还想要想要做的事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 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向我汇报 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我们之间还需要相互猜谜语吗 我去过哪儿 做了一些什么惹出什么结果 你都一清二楚啊 要不然你这么着急找我来干嘛 我辞职了 不归你管了 你的辞职报告还在我这没签字 我告诉你 你被开除了 我说书长 你叫我来就为了这个 你辜负了我的希望 其实你会有更好的发展 谢谢你 书长 还有事吗 志友啊 我就不明白了 那个案子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你为什么要死缠着他 上一次上海来人你赔得很好啊 或许是为了一段感情吧 感情 今天有这结果我并不后悔 也许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但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感谢您对我的照顾 我知道这结果 并不是您的本意 以后打算怎么办 开个私人侦探所 或者办个小超市 人总得找一个让自己生存下去的办法 不过 是因为我惊动了崔天心吗 书长 你不觉得 崔天心的反应有些过度了 走吧 你这混蛋 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 说什么休假三个月 我还真信你了 我走了之后 他们会给你配个新搭档的 我只是你一个搭档而已 那一样 那一样吗 那一样吗 有些搭档 能在危险的时候替你挡子弹 而有些搭档 却能害你把妹给丢了 那些搭档 我又是不想的 你还是不会想的 你不想的 你也不想的 都住手了 你看你 别打我 出息了 走了 好好混吧 争取在年底前 混上一个警长 要不然的话 别来见我 要不然的话 别来见我 彤彤 你听我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赶紧赶到海洞偷渡过来 你不是说 上海警方两天以后 就会到南国吗 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找不到爷爷的证据的 他们不需要证据 只需要你的一管血 就什么都知道了 都会准备你 就让你再进化的 你去旅行 你去旅行 我只能去旅行 你去旅行 爷爷 好了好了 爷爷听你的 那你呢 我自己有办法 那奶奶跟你爸爸呢 我爸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会有事的 奶奶已经被逮捕了 冬冬 冬冬 都是爷爷不好 对不起 我派去的人办事不力 有些事情 冬冬 从一开始 就注定是错 童童 冬军 买两张去英国的机票 什么时候 明天 好 我就去买 还有 你派人过来 把这里全部打扫一遍 一根头发都不能留下来 明白 没关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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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给开一下门 把这个送到办公室 好 有人 有人找 进了 什么事这么及时见我 我还有一台解包 就在这儿说吧 九五年开 开关验室事件前的三天 许大贺 许广义 瓦开了许家路的坟 我跟我叔聊过了 我觉得是我叔干的 没说 这件事 其实您早就知道 是吗 我知道不是我 我也认为 不可能是李飞 叔从小都对我很好 我跟他谈这些是希望 他可以去自首 我一直在想 但是我真想不到 他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什么 高峰 高峰啊 家人永远不会是 你希望的样子 但是真正是你痛苦的 并不是在你的亲人身上 发生了什么 出乎你意料的状况 它本来就存在 只是有的时候 你自己不愿意承认 或许 你叔不愿意当法医 也不愿意当警察 可他是个很好的法医 那说明他的确很聪明 但他从来没有爱过 警察这个职业 他之所以当法医 应该是你爷爷的愿望 希望能传承他 希望他成为中国 甚至世界文明的法医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你的根据是什么 爷在办公室里 藏了几本心外科方面的书 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就拿出来看 这个事爷爷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 你爷爷 当年总是后悔自己 没读过什么书 文化不高 他形容自己是 单路出家的乡村法医 这或许就是 他把所有希望 都寄托到你叔叔身上的原因吧 爷爷是知道 这些事都是我叔叔干的 在那一瞬间 爷爷才崩溃的 您觉得爷爷会知道 我叔这么做的动机吗 我不认为他知道 他相信是你叔叔干的 让他掌握到证据 这才是导致你爷爷 最终崩溃的原因 杨恒的供词 佐证了我们对95年DNA 亲子鉴定的怀疑 也就是说 有内鬼把许家璐 和许大父子的DNA样本 替换了许家福墓里 那具胶尸和许君的DNA样本 这是天星工业公司 转给莱瑞投资公司的 五百万英镑 时间就在许家彤 最后一次去英国之前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崔天星 就是当年的许家福 所谓的BAT投资计划 其实就是许家 往海外转移资产 许家人在海外 会合地精心安排 那现在怎么办 方菲 你马上搜集 所有国内外 有关BAT项目的资料 是 你们两个立刻审问赵英俄 BAT的事情暂时不要提 是 是 这都不可以 尔文 你游戏 给你 你游戏 他还好 记得出算 太多好 我自己的 你 我自己的 我要你 我自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什么呢 我想整理一下浩宇的书 晓风不是说他会来拉走的吗 才说了他要什么想留什么 这都几点了 你还睡不睡啊 你闭嘴 对不起 我 我这是 但是 我这是想找他事情做 要不然我会疯的 阿姨 阿姨 你来帮帮先生吧 不用了 我自己就行 请往睡在这里 先生 还是让我来坐吧 你告诉我哪些该留哪些该蹦 我做就行啊 我说过了不用了 你没听见我说话呀 你找他 我只能掩付我 有什么事 你被大家疯了 我不认了 你不认了 你找首次了 你一直在说 eric 你会去吗 你这些东西 你会哪些东西 你要做什么 不用了 我就是来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可真能编啊 编出这样一个故事来 我一个农村妇女 小学文化 我怎么可能 知道这种调包技 去左右当年的DNN亲子鉴定呢 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 当年是谁告诉 可以利用这个调包机的 你们想让我 编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是周围吗 周围可是高四海的儿子啊 你能想一个更靠谱的人吗 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 我希望是 众叛亲离 你家破人亡 我希望高四海有这样的下场 我的回答你们满意吗 您把周围抓起来了 没有 那既然你们怀疑是他干的 为什么不去问他 反而来问我呢 赵远俄 还有其他问题吗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一直在想 是深远 寄人篱下的 敏感和压抑 我说为了让我爷爷高兴 选择了一个他根本就不热爱的职业 这些都足以成为 他背叛我爷爷的原因吗 我说不够 远远不够 我说他们家条件一直不太好 我说 浩宇大学时候的生活费 都是他轻工俭学自己传 也就这两年 我叔 他条件渐渐好起来了 但是我很清楚 家里除了持用开销之外 所有的钱 都给爷爷换了进口的药 还有西洋护理医院 每个月一万两千块钱护理费 也都是我叔叔给的 浩宇前两年花自己的钱 买了一辆轿炮 我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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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日子我知道自己是谁 醒来后知道我在哪里 发生了什么 这里的护士说 这又是美好的一天了 但讽刺的是 美好的一天 总是充满着痛苦的回忆 我想我更喜欢糟糕的一天 那天 每个人都是陌生人 我忘了自己的家人 我忘记了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可以忘记我做过的事情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我知道 我的名字是高思涵 这是我的日记 护理院 疾病 他们是对我的惩罚 我有一个日记本了 我记得我以前写过很好的日记 日记 日记现在在哪儿 谁拿走了他 是我的儿子周围 肯定是他 我想起来了 我为什么要记日记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有一件事我非常确定 不要相信周围 不要相信我 不要相信周围 不对 他是你的儿子 你那么信他 刚才那些话 不是我写的 我怎么能不相信我的儿子 放走许家福的那个周围 他不是我的儿子周围 肯定不是 但是我肯定记错了 护士说我得了阿尔斯海魔症 他们胡说八道 我以前是一个法医 他们不知道吗 想用这些扬名词来护弄我 从上海来了一个人说 是我以前当兵式的战友 他提到了谢宁 我想起来了 谢宁曾经是我的战友 我那位战友说 谢宁现在很富 成了一个大富翁了 你好 法医处 喂 请问 周围在吗 是我 您是 我是你爸的战友 叫谢宁 我爸的战友 对啊 是你亲爸和你养父的战友 你好 谢叔叔 那个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我来龙城出差啊 今天晚上就到坐火车 要赶回石家庄 你有时间吗 咱们一起吃个饭 当年在部队啊 你爸对我特别地照顾 我带了点石家庄的土特产 好 那谢谢您了 那我先给我爸打个电话 然后咱们仨一块儿吃个饭 你说的是高刺海吗 这样 你如果要是没时间的话 我就把东西给你放到你们省厅 传达室 你从世界去取就像 你跟你爸长得非常地像 我说的你亲爸 周继承 你看啊 你的脾气啊 形象 个头 甚至连声音 都很像 你爸 你爸这个人 非差地好 当时在连队的时候啊 我们所有的人 全都很对近他 来 我给你带来这张照片 这是 这是我们出征前在南宁排的 这张你留着行啊 我专门为你翻盘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开叔 或许我不该问 那个 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爸啊 我看照片上你们三个人挺近的呀 你是说高刺海吗 他对你怎么样 什么 我是问你们之间的关系 很好啊 待我事如己出 甚至比亲儿子还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们战友啊 是每过一两年就聚一次 但是 从来不邀请高刺海参加 邀请过 每次都是我爸因为有案子没去 你 那是哪儿脱子而已啊 咱们不留他行吗 我们战友聚在一起啊 经常欺欺你爸 当然也经常得要欺你 你别振意啊 我们都很关心你 也担心你 周伟啊 我知道你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 学的是临床医学是吧 你的理想是什么 好 当一名腺外科医生 好 这就是你爸 你亲爸所期望的 你知道啊 你爸和我说过 他想将你继承他的事业 并且他和亲口说啊 医生是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职业 你看啊 文学作品里边 小说 影视剧里边 经常有医生的形象 而法医呢 当然你别介意啊 我不是否定法医者的职业 谢叔叔 嗯 你为什么对我爸 啊 我现在的玩意儿成见 跟你亲爸的死有关呢 不 不 走走走 我不该提这个 不不 我想还有点事去骑着办 你去施夏装的时候啊 一定去找我 这是我的名牌 啊 好 来 谢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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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老婆 对不起 我真的不该说这些 为什么 我爸 我是说高四海为什么放弃我爸 是 主委 那是在战场上 敌人都扑上来了 并且 我们要带上员赶紧地撤离 我们的人手又不够 你爸又负了重伤 当时高四海 担任医疗消费队的副队长 他有权做出这个决定 从当时的情况看啊 他做的这个决定 也没有什么不对 只是 什么 我是说 事后啊 我们谈见这件事 才觉得 那 不提他了 都过去了 谢叔 我是周剧长的儿子 我有权知道真相 我真的不想说 那我去找高四海 主委 你坐下坐下坐 你坐下坐 你坐下 那你告诉我 你爸的性格开朗 艺术友好 人缘 自然就好 而高四海呢 你爸 性格英语 不够严小 更何况 他比你爸的专业水平差一大级 所以当时成立医疗小分队的时候啊 上级就叫你爸担任队长 他担任副队长 为这事啊 高四海 私底下抱怨过 因为 他比你爸早一年如果 他倒自立老啊 小分队长自然应该是他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当时战场上 伤员比较多 高四海情急之下 又误判了 一个伤员的病情 所以呢 造成一个伤员 手腿截肢 为这事 你爸爸弄死过他 当时 整个的医疗小分队的成年毒弹 把他弄得十分尴尬 小疗痕 你们认为高四海放弃我爸 是有报复的嫌疑 当然啊 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你们有什么证据啊 事后啊 团里边 专门成立了调查组 对这个事情调查过 最后 也不了了之 按理说啊 把高四海 应该是一直在部队带下去的 他那会儿就是正联机啊 战争结束后啊 他就匆匆地办理了 转业手续 这说明 上级 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 所以高四海收养我 是因为他内心有愧 我知道 他怎么想的 你们也给我们说 都我们知道了 他已经办好了收养手续 带你到了龙马 周伟 这事已经过去了 再说了 高四海对你也不保 说明他有点良心 我没言安息了许多 周伟 虽说 你没有继承你爸的事业 但是以你今天的成绩 足以高位你爸的在天之定 识计程序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这么复杂的句子我都记得起来了 说明我没病 不说谢您了 我今天为什么要写这篇日记 想起来了 因为周围 那个放跑了许家夫的周围 你不想写这篇日记